新地图冰河禁区将在9月初上线 有粉丝好奇收完冰河禁区能掠夺多少物质 四排的话已经有人刷了3000多万 不过是四个人加上额外的背包扩龙才完成的 那么你知道单人最高能拿多少吗 这把不靠队友也没有扩龙背包 看看撤离前能带走多少物质 给正式服务做个参考 要想拿到最高撤离 那肯定就得拿下辐射区所有物质 所以我们得清空辐射区 开的时候记得把文件柜也都开了 可能运气好报个黑卡也没奇怪 不过正当我在发射台开箱子的时候 差点没老六给透了 可惜你枪法不好 能在防顶上 打完要后我们探头来个点射 开玩笑 是词条的SKS 这里顺便教你们如何上BOSS防顶 旁边爬上来跳下去 然后大跳攀爬就上来了 这是真老六啊 一点物质都没捡 拿了他的子弹 干脆把这个盾牌怪也打了吧 看看爆了什么 这暴力一聊之内啊 接下来抓紧时间开箱 整个符合区开玩 已经到了精人的1292万 现在过来把这个怀特BOSS打了 欢迎爆个蝴蝶刀 也好让兄弟们见识一下 爆了吗 是爆了吗 爆了个七级头 时间还够 过来看公文包 出了个红卡 先把空头剪了 待会把红卡密试开了 不过现在红卡暴力改了 你看第一个箱子 第二个箱子爆了个金条 第三个箱子 确实不咋的 现在过来撤离看看赚了多少 OK啊 带出1360万加值 竟赚了1200万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